哈喽大家好 我是嘟嘟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最近学习到的一种 基本上零维护 超级符合大自然原生状态的 养鱼水质过滤方法 沼泽过滤 这是我在听我爸说 家里的鱼老是超辫子之后 通过一番检索发现的方法 让我眼前一亮 在看了很多教程视频之后 终于我在前两天的假期当中 完成了它 所以今天想要把整个完整的过程 分享给大家 沼泽或者说湿地 它是自然的过滤系统 被誉为地球之圣 它早已形成了亿万年 很多污水处理厂 现在都会使用这样的植物过滤技术 而近年 一些人把它的迷你版 引入了家庭 使得这种既古老 但又新奇的方式 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它使用高流速的水 由夏至上经过历史层 再由密质停水植物的根系去过滤 秦成腐烂物质变肥料的生态循环 这种方式可以极大的减小 日常室内养鱼的绿材消耗 当然它也更加的适合室外池塘 毕竟它会有更多的空间占用 这个是我家在阳台的小池塘 我准备把做好的沼泽过滤箱 放在这个位置 本来它是有一个过滤桶的 这个过滤桶是用于室内养鱼的 我反正是凑合着放在这里 但因为定期要更换一些绿材 我爸就觉得麻烦 所以就没有怎么用了 现在这个池塘就变成死水了 但是它的生态是真的很好 各种杂草 像它的草长得特别多特别茂盛 但是这个鱼经常容易死翘翘 昨天还去补充了几条 我觉得就跟它的水质过滤有关 在开始布置沼泽过滤箱之前 先跟大家介绍我都会用到哪些材料 首先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沼泽过滤箱 这是我在网上买的一个专业定制版 长40厘米宽30厘米高28厘米 主要的部件就是这些 一个箱体 还有一个放石头的隔板 进出水的管道 以及一个绿带 但是刚才我看了一下我家的池塘 我觉得这个可能小了一点 没关系 这一次就是一个试验 然后只需要简单的几步 我们就可以把它装好 我都是看网上图片来的 这个连说明都没有 看这个隔板 这旁边都是用扎带固定的 然后我还加固了一下 我怕压的石头太重了 它不稳 把它放进去 放进去之后可以看到 它和底部就形成了 大概10公分的这么一个距离 因为下部有水管 还有洞 它是防止石头掉下去堵塞的 这么一个作用 接下来就把侧面的一些 进出水的管子给接上 把两根出水管给接上 这个还挺紧的 再把排污管给接上 然后是进水管 还有两根短的这种管子 是专门用来接水管的 这样就能接上水管 一根是装在进水管的 装在排污管的 装好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这个沼泽过滤箱 它的工作原理是 通过一个水泵抽水 从进水管道进入箱底 箱底的这些管道 它的侧面都有均匀的小孔 之后水流会慢慢的上上顺透 顺透的过程当中 会经过石层 会经过停水植物的根系 这个时候停水植物的根系 会去吸收水当中一些腐败的杂质 或者是鱼的粪便之类的 这也就形成了一种生物过滤 之后水位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水过滤过的水 会从这两根出水管道出去 大致的情况就是这样 对 还有一个排污管 这个排污管大概是 一两年才会用到一次 每一次使用的时候 进水管道必须给一个很大的水压 去冲刷箱底底部 鱼斧的杂质 之后像拧开水的开关一样 这些杂质就会被冲刷出来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低成本的 不用怎么去打理 维护的这么一个生态过滤系统 同时还可以养一点点小植物 这些就是我准备放在箱子里的石头 从大到小 全部都洗干净了 它会用到最多的是这种 8毫米的鹅卵石 都是圆润的 但我确实没在市场上找到 所以昨天就去找了两袋 碎石和我爸在厕所里选了 一晚上挑选了30斤出来 但这个真的不是最理想的 不过我也没办法了 其实鹅卵石呢 用它的原因是 这样它才有足够的空隙 让停水植物生根 这些就是停水植物 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 简单来说 这些植物呢 它很适合生活在停水当中 并且有一定过滤水质的作用 还有它的根部生长在小石子当中 是很容易生根的 我呢就选了一些童青草 水竹 水芹 还有什么荷花种子之类的 那我们就开始吧 第一步 用这种大一点的鹅卵石 在最底下铺一层 这样有足够的空隙 起到出绿的效果 并且还能防止小石子掉下去 第一层已经铺好了 接下来就把不那么大的鹅卵石铺到第二层 铺一层小石子 薄薄的一层 我们就可以开始种一些比较大一点的植物了 现在准备好了 可以种植物了 我现在给植物都已经大概确定了一个位置 现在我不紧就完成了 真的是材料准备好几个小时 结果实际只用几分钟就完成了 现在我就要把这些多肉移开 把我的过滤箱放上去 我的沼泽过滤箱大功告成 我的沼泽过滤系统就这样稳定地运行了一个晚上 看起来挺成功的 我用这个25瓦的水泵来全天不间断的水循环 一晚上之后 过滤袋已经很脏了 因为目前植物还没有生根 所以必须暂时使用这个 水流感觉很合适 可以看到箱内的水位没过植物根部了 进水口上方像天线一样的圆柱形设计 其实是防止断电后水洪吸倒流的 虽然这个箱体很小 但真的非常重 大约有60斤左右吧 目前看起来植物感觉也有点密集 但多的话效果应该也会更好些 相比较小池塘 这个箱子可能真的小了点 先观察看看吧 第一次的强势我很满意 虽然看了不少资料 云学习了一番 但我的确是一个新手 所以如果有操作不当的地方 还请大家多多指振 目前来讲 我只是布置好了沼泽过滤箱 植物的存活繁茂 才能够证明这是完全成功的 接下来植物根式的生长 过滤系统的完全建构 都需要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我都会密切的关注 并且合适的时候分享给大家 总之我觉得这种过滤方案 对于我爸来讲是非常合适的 并且它具有一定的观赏性 长期来讲这也是很经济的 如果大家想要更折腾的话 那么可以自己去寻找这些材料 制作这些材料 那么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